这个老头啊,七十多岁了,还要出门打工养渣,现在在广州啊,一家餐厅里面洗碗了,其实他挺可怜的,他跟我们说他儿子那个头脑不太正常嘛,那媳妇要跟儿子离婚这样,还有一个孙子,那个孙子很小,现在才几岁,他不想那个孩子失去父母啊,所以他说的,跟儿子说我出来, 打工养你们,这样他叫我们店里工资也是四千多块钱嘛,没有消息啊,一天都没有消息啊,一个月上网一个月,四千多块钱,今天晚上他说他吃不饱啊,没辣椒啊,我们忙起来也没空,没空帮他搞啊,他就自己弄点面饼来煮啊,就是用面粉开一点姜,面糊来煎啊,再撒一点糖啊, 他说当着消夜来吃,管他啦,他怎么搞啊,怎么搞啊,平时天天都是,要么就烫个面吃,要么就煮点辣椒自己吃,这样他就不吃肉了,奇怪不吃肉啊,平时饿了,他就拿个面烫个面,用开水泡点小米辣,就放个面,放个面上去吃了,很简单的吃东西啊, 这个老头也挺健康啊,他说不干活的话,很容易倒杀了 这个年龄啊,本人在家里享受那个天人之路了,现在跑过来是要出远门打工啊 平时我们那些纸仙那些包装啊,那些那些瓶瓶罐罐的都给他,呃,让他卖吧,一个月也能挣回,卖的几百块钱了,哎,已经好了,让他吃饱再干活吧,今天晚上他要干到嚼顶多啊,洗完那个碗才沙发了,嗯,干活了干活了,干活了,洗干净了啊,